這間是我自己的深水單位 553呎 因為它有一個紙多房可以給工人姐姐用 還有一個僅廚 僅廚可以拆作開放廚 進來一個長型的廳 這個廳就闊很多 兩房住起來就相當好 一個露台位 夠闊 如果我自己弄 它會在這個位置做一個紮身的鞋子 做到頂上 這個位置是給工人姐姐用的 它是用燙門的 還有它裝了冷氣 長型的廚房 它做了一組L型的櫃 有一個大櫃 有一個水龍頭 升幅都蠻大 蠻漂亮的 再轉過來 就是睡房 睡房來說 也是一個標準大小的睡房 肉室很麗 我蠻欣賞 這個發展商 因為它做的東西很實用 還有一些迫暗 可以放一些沐浴露 洗手水 收納量都很夠 好 主人房這邊 預留了一個衣櫃位 可以做訂 這陣子應該都夠男女主人用 有一個房間又比較大 有一線落地玻璃櫃 相當正 此天單位就接近大約一千元 你覺得值不值 我自己最喜歡那個 它又放了一些傢伙 你看到這裡入門 就放鞋櫃 它做了一些簡單的裝飾 飯桌 略為小厚一點 梳化也是小厚一點 睡不到人 我通常都要在這裡睡覺 但它露台位就相當正 就是坐在這裡喝茶 然後看看外景 正的 還有它用湯門的 都相當好 飯廳整體的感覺都很無合力 這邊本來是一個史當房 它就做了一個巴桌 作為一個飲品居 都蠻超級的 然後廚房色調 就變成海藍色 這個我很喜歡 還有一線窗 工作檯面夠多 收納量都不差 家電都陷入色 整體的感覺就是 麒麗 實用 靚仔 浴室那邊它改動就比較大 改了一些水磨石 挺靚仔的 我自己很喜歡這個設計師的設計 然後睡房它又改小了 都適合小朋友用的 主人火 這裡就是我剛才說的大衣櫃 這個衣櫃容量夠 它就分兩邊 通常都分不到兩邊 男主人通常被盒 然後這邊就是主人床 放了一張大床 單邊落床就可以 我就怕想在另一個骨 我喜歡這個設計 你們覺得呢